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是本次西班牙语课程的韩老师 今天我们上课的主要内容是 年月日和具体时间的西班牙语表达 那么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世纪的表达,年月日的表达,星期的表达 还有几点几分的表达 另外就是补充的一些关于时间的明年 涉及到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世纪, siglo 世纪初, a principios del siglo 世纪中, a mediados del siglo 世纪末, a fines del siglo 那么,世纪后面加一个基础词 就是几世纪的意思 比如说五世纪的初期 a principios del siglo V 那么公元前, antes de Cristo 公元后, después de Cristo 通常如果你说几世纪 如果后面没有加después de Cristo 那么就是默认它是公元后 anio是年 n这个前置词再加一个基础词 就默认是几年,几几年,某一年的意思 那么我出生于1958年就是 我们来进去看 月份,月份是mes 那么它的复数形式是meses 前置词n,然后再加一个月份 就是表示再几月份 它和年一样 en el mes de mayo 我们来看一下十二月 怎么说 那么这就是月份了 接下来是具体的日期 今天几号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提问 a cuando estamos hoy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文句 a cuando estamos hoy 回答可以说 estamos a 然后后面加这个月的时间 比如说4月20号 vende de abril 那么就是estamos a vende de abril 需要注意的是 每月的前三天 一号二号三号 是不用几数词的 而是用敘数词 其余情况 都用几数词 敘数词 一号 el primero 二号 el segundo 三号 el tercero 那么重复一下 a cuando estamos hoy estamos a vende de abril 接下来是星期 星期呢 是semana 比如说这个星期 esta semana 那么今天星期级的提问是 que dia es hoy 回答是 hoy es miércoles 星期一到星期日的说法分别是 lunes 星期一 martes 星期二 miercoles 星期三 que dia es hoy 今天星期二 hoy es miércoles 今天星期三 那么 某年某月某日 我们要怎么说呢 和中文的说法相反 在西班牙语里面 年月日的顺序是反过来的 也就是说 先说日 再说月 再说年 那么它的前置词分别是什么呢 在这个日和月中间 前置词是day 在月和年之间 前置词依然还是day 那么这个日 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 除了一二三号之外 其余的都用基础词 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 这个例子 他在1954年4月19日结婚 那么就是 se casó el 9 de abril de 1954 那么 如果要加上星期 应该怎么说 比如说 今天是2002年4月25日 星期三 那么先说星期 再说日 再说月 再说年 hoy es jueves 25 de abril de 2002 我们来再补充 今天 hoy 明天 maniana 昨天 ayere 前天 and ayer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maniana 现在作为明天的意思的时候 它是一个 副词 时间副词 那么 当它是一个阴性名词的时候 它是早上的意思 那么它还有未来的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 今天明天和昨天怎么说之后 前天应该怎么说 前天就是 昨天的前一天 那么很简单 and de ayer and de 是一个前置词 表示在什么什么之前 后天 basado maniana basado 指的是过去了的 那么就是明天之后 明天过去了之后那一天 那么就是后天 非常的形象 那么如果说 大前天 大后天 怎么说 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一个固定的 这样一个单词了 而是我们要说 大前天是两天之前 大后天是两天之后 三天之后 大前天是三天之前 那我们就说 trestias and este hoy 那么就是 大前天 大后天 trestias después de hoy 我们来看一下 花费多久时间 怎么说 用的结构是 dardar en 那么 n后面加一个动词原型 意思是 干什么事情 花了多久 比如说 我用了三个小时 到达这里 例子是 dardo trest horas en llegar aquí 那么gostar 它也有花费时间的意思 比如说 这件事情 花了我太多的时间 me gusta demasiado diem 那么gostar 它是一个动词 它变位的时候 要把o变成we 所以就是 me gusta demasiado diembo 或者说 花了我三天时间 me gusta trestias 那么 要说 一个地方 距离另外一个地方 有多久 的路程 我们要怎么说 应该是 estar 然后加一个时间 然后再加交通工具 然后再加 deste 取个例子 那么 我们的学校 距离医院 15分钟的出租车 那么就是 nuestra escuela està quince minutos de taxi desde el hospital 那么 提前 这个端语 是 con anticipación 那么 准时的 是 pontual 及时的 a tiempo 暗时的 en tiempo 那么 晚了 de tarde 比如说 我来晚了 llego tarde 那么 retrasar 指的是 延迟 耽误 比如说 这件事情 已经被耽误了 esto a se ha sido retrasado 因为它是要 一个被动的结构 esto se ha sido retrasado 那么它的名字 是 retraso 意思是 延迟 耽误 我们来回顾一下 花多久 干某式 是 tardar 加时间 加前置词 n 然后再加一个 动词原型 hacer 花多久 时间 gostar 那么这个 gostar 它的主语 应该是 时间 距离什么 什么有多久 estar 时间 de 加交通工具 然后 desde con anticipación 提前 pontual a tiempo en tiempo tarde retrasado 我们继续看 过去 是 pasado 现在 presente 将来 posteridad 也可以说是 futuro 那么我们之前提到过 manana 它也有 未来的意思 那么有一句 关于过去的 这样一个俗语是 lo pasado pasado esta 意思是 过去的 已经过去了 我们来重复一下 lo pasado pasado esta 过去 pasado 现在 presente 将来 posteridad 未来 futuro manana 那么以上是一些比较大范围的时间表示 接下来我们开始讲详细的几点几分 这样的一个讲解 首先 现在几点中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怎么提问 应该是 ge hora es hora是小时的意思 那么分是minuto 秒是segunto 那么怎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们是这样回答的 用到的动词是ser 那么它两种变为的形式 那么在乘数时的情况下 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况下 乘数是现在时它有两种变为形式 来回答时间 那么一种呢 就是单数形是es esla la呢是一个定管词 然后后面加一个时间 它只用来表达一点到两点中间的时间 esla 那么如果说其他时间怎么表示 那么就是sonlas 那么比如说现在一点了 esla una 那么现在两点了 sonlas dos 那么也就是两点之后 就要开始用son这个复数结构 那么这是现在的时间 比如说 那如果我们不是来回答现在起点这个问题 而是在简单地描述当时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 那个时候 当时 正好是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它的这个过去识了 ser这个动词的过去识 ela ela la una 或者说 ela las dos 就是那时候是两点钟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现在四点钟 son las cuatro 现在五点钟 son las cinco 现在六点钟 son las seis son las siete son las once 那么这些都很简单 我们来继续看 那么需要补充的是正午和午夜 正午和午夜有单独的说法 正午中午是media 那么media呢是一半的意思 那么一天中的一半 那么就是正午 media 半夜 午夜 那么就是media noche 因为noche它是一个音信名词 所以那么这个media 修饰它的这个media 就要变成的音信名词media media noche 半夜午夜 那么 es mediodia 可以说是中午十二点 那么也可以说是son las dos de mediodia 那么这两个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中午十二点的意思 那么也可以说 现在是午夜 es medianoche 也可以说是son las dos de la medianoche 就是午夜十二点的意思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 之前我们学的是整点的表达 分钟怎么表达 分钟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我们刚刚的这个整点的表达 后面加一个1 然后再加这个时间就可以了 再加分钟就可以了 比如说现在例子 现在是7.06分 son las siete i seis 现在是10.20分 son las diez i vende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这个分钟数 已经是在后半个小时了 这个时候有两种表达方式 第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我们按照正常的说法来念 比如说现在是9点45 可以说son las nueve i quarentai single 那么quarentai single 是45 那么更地道的一种说法呢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 要把它加一个小时 9点45是10点缺15分钟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缺来表达 那么缺呢是menos 也就是说 前面的1 现在要改成menos 举例子 现在是7.54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是8点缺6分 那么我们的表达方式就是 son las ocho menos seis 现在是11点40分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是12点缺20分 那么就是 son las once menos vende 那么简单来说 总结一个概念 就是 在前半小时 我们是用1 在后半小时 我们用menos 当然如果你坚持一路 把这个1用到底 也没有问题 我们来补充一些词汇 之前有学过中午和午夜 那么现在来看凌晨 凌晨是madrugada 那么黄昏的时候呢 就是atardecer 一半media 四分之一 quarto 这个四分之一 指的是一刻钟 15分钟 ibigo 是指一点 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现在是三点半 son las tres i media 那这个半就是 i media 那么现在是3点15分 这个15分 那么我们知道 它就是一刻钟 一刻钟要用guardo 那么就是 son las tres i guardo 现在是3点15分 那假如说 现在是2点45 2点45呢 就是3点缺15分钟 也就是3点缺一刻钟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son las tres menos guardo 那么说 现在是这个3点 多一点点 怎么说 就是son las tres i bigo 三点多一点 i bigo 我们来继续看 那么media表示 半钟的时候之前 我已经提过了 我们继续看 说por la 表示的是在某个时间 这个时候指的是 por la 后面加一个 上午下午和晚上 por la mañana 是上午 por la tarde 是指下午 por la noche 是晚上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时候 我们不会再在前面 加一个几点钟 我们会直接说 上午下午晚上 比如说 例句中 我们下午出去 salimos por la tarde 那么表示的是 一个不确定的时间 我们用por diablo por la mañana 我早上跟你聊 那么这个时候 有人会问了 那我想说 我们下午三点见吧 或者说 我们下午九点 晚上九点见吧 如果我要怎么强调 是九点这个说法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把时间 具体的时钟 然后再和上下午 连在一起 这个时候前置词 是用de de表示一个精准的时间 我们来看 es la una de la mañana 那么现在是早上一点 那么也就是说 是凌晨一点 suna seis de la noche 现在是晚上六点 suna cuatro de la tarde 现在是下午四点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 那说 这个是上午的几点 下午的几点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点数是少于十二点 对不对 那如果说按照西方的说法 现在是二十一点 怎么说 那么很简单 suna seis de la noche 那么按照基础词 来说就可以了 那么通常更加 通俗的说法 我们还是会强调 是上午还是下午 这样子 一定要记住 如果时间和上下午 还有晚上连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用前置词 la 如果用前置词de 来连接 de la mañana de la tarde de la noche 而不是用bore 我们来继续看 那么我们之前说过 五点多一点 几点多一点 用的是i b go 那么差不多左右 用的是mas o menos 语书例句中 现在是五点左右 sona cinco mas o menos 那么整点 我们会在一个数字后面加 la en buendo 例子是es la una en buendo 那么就是一点整 那如果说三点整 son las tres en buendo 就是三点整 byis我们之前提过了 就是现在几点钟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练习 六点钟 son las seis en buendo 那么很明显它是一个整点数 所以我们可以加en buendo 来进行强调 两点十五 son las dos y guardo guardo是指一刻中 son las dos y guardo 四点半 son las cuatro y media y media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guardo 是四 guardo 是四分之一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大家不要搞混 四 guardo 一刻中guardo 九点四十五 那么有两种表达方式 那么比较低调的呢 就是十点缺十五分钟 那么就是son las diez menos guardo 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用复杂的 原始的表达方式 son las nueve y guarda y cinco 我们来继续看关于时间 关于时间 我们刚刚回答的是现在几点 那么比如说 以后比如说 我们在几点钟干什么事情 在几点钟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是 签字字 a 同样 这个定管词 我们用的是la 或者las 我们来看这个文句 a que hora comienza 在几点钟开始 hora 小时 在几点钟开始 a que hora termina 几点钟结束 guardo dura 那么就是持续多久 那么我们怎么回答呢 a que hora comienza la perigula 意思是电影几点开始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la perigula comienza a las dos 电影在两点开始 电影在两点开始 那么1点40 la perigula comienza a la una y cuarenta 或者也可以说1点40 la perigula comienza a las dos menos vende 都可以 我们来继续看关于时间的一些短语 我们在生活中非常常用的 比如说尽快 麻烦你尽快帮我处理这件事情 尽快 应该说 lo antes posible 那么最晚 lo más tarde 最早 lo más antes 最早 lo más antes 那么准时的之前提到过 puntual 我们来看几个例句 va dan diez minutos vada la seis 那么现在是差时分六点 那么这个相当于 也是一个时间的表达方式 那么它就相当于 son la seis menos diez 也是六点差时分的意思 va dan diez minutos para la seis tenemos que llegar a tiempo 我们应该准时到达 那么a tiempo 我们之前提到过 是准时 那么puntual 是准时 n tiempo 是暗时 继续看 solo quedan dos minutos 只剩下两分钟了 quedar quedar 是剩下的意思 我们来继续 复习一下 尽快 lo antes posible 最晚 lo más tarde 最早 lo más antes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些 关于时间的谚语 那么关于晚 我们会晚 这个词 形容词是 tarde 或者是副词也是 tarde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是 Tarvan Tarvanza 关于晚 有什么谚语呢 我们来看一下 Nunca es tarde si la dicha es buena 那么 运行好事 为时不晚 Más vale tarde que nunca 晚了总比没有墙 晚了总比永远不来 比这个要好 那么 valer 那么就是 值得 那么继续看 Nunca es tarde para no hacer nada 那么就是 你要什么时候停下 都不晚 那这一般指的是 比如说 有些人说 太迟了 太晚了 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我已经没有选择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 这句言语来回答它 Nunca es tarde para no hacer nada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过去的一些 一些年 Si presente trata de juzgar el pasado ververa el futuro 如果用当下 来衡量过去 将会失去未来 presente 是当下 它是这个名字 el presente 是现在 trata de 试图 干什么 juzgar 评判 如果用现在 试图来评判过去 那么你将会 失去未来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 如果你现在 沉溺于 过去的事情 那么你就 没有时间 来处理未来的事情 那么你就会 失去未来 我们继续看 Los que no pueden recordar el pasado están contened a repetirlo 意思是 那些忘记 过去的人 那些记不住 过去的人 注定 要重复过去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过去的经验 你没有汲取 那么 你在未来 也会犯 同样的错误 那么就是 以时为鉴的意思 我们来继续看 annular 回忆缅怀 回忆过去 如同 跟在 风 后面 跑 那么也就是说 如同追风 一样 徒劳 无功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太 沉溺于 过去 我们继续看 el pasado el pasado está escrito en la memoria el futuro establecente en el cielo 什么意思 过去被写在记忆里 未来存在于愿景中 那么 也就是说 过去已经活在了 我们的记忆里 那么 未来呢 是要通过我们 有梦想 用梦想 去来实现的 我们来继续看 回忆明天 当我们以为明日 永远不会到来 之时 明日已成为昨日 那么 变成 当这里用的继续是 converdirse en 那么 明日并非不会到来 而是 它只会变成今天 变成昨日 变成过往 那么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要抓紧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 也不要觉得 明天还很遥远 después de todo mañana es otro día 无论如何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这个呢 是美国著名的 通俗小说 飘 里面女主人公 斯嘉丽的一句话 那么 这句话有着 这样的意思 包含了 希望 不管现在的情况 是多么糟糕 那么 以后 又是一番新的局面 至少有明天 你可以去安排 去改变 过去 那么 是一种 希望 自己 después de todo mañana 是一种 每天是一种 明天的一种 明天的一种 最好的 明天的一种 是一种 明天的一种 最好的 未来属于那些相信他们的梦想的美丽之处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属于那些有梦想的人 你只有明白你 你只有被你的梦想的那种 那种潜力给激发 你才可以去实现 那么你才可以拥抱未来 如果说你不敢做梦 你即使做梦也不相信它会实现 也不相信你的梦是美好的 那么你不会被他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所激利 那么是不会有未来的 那么这呢是狗里我们有梦想 并去追求他 那么这就看 那么这个人 很简单了 就是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的一句话 当一个人身后的门被关上时 眼前就会开几扇窗 那么也就是说 希望总是有的 当你以为情况是绝望的时候 实际上上天会给你指另外一条路 这样子 意思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那么未来还在等着那些 对过去有遗憾 并且此刻经历充沛的人 什么意思 意思是过去的就过去了吧 那么如果你现在还有遗憾 想要在未来去弥补这种遗憾 而且你现在还有精力去打拼 那么你就是有前途的 你就是有未来的 至少有未来可以让你去做一些修正 去实现你的想法 我们来看一些补充 那么表面意思是 一个今天等于两个明天 实际上它的意思是 今天要比明天珍贵得多 也就是说告辑我们要抓住当下 不要总想着明天 而是说你应该今天就把事情办好 现在就把事情办好 也可以说这样理解 那么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眼前的才是最重要的 你能抓住的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们继续看 No is el tiempo el que pasa Basamos todos nosotros 那么表面意思很简单 时间不会过 时间不会溜走 不会怎样 而是我们在改变 那么也就是说 时间并不会抛下我们 而是我们在度过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 时间是永恒的 那么改变的是我们 而且我们是时间的主人 要去学会 掌握时间 安排时间 Edenbo is all 时间就是金钱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 Edenbo is oro Oro呢是金子的意思 Para grandes cosas Mucho tiempo se requiere 那么 要想成就伟业 必先透露大量的时间 那么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熟能生巧 量变产生质变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时间呢 是一切成功的 这样的一个必要条件 那么今天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 关于时间的内容 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到心里呢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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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